好所以呢其实在哈佛大学呢曾经做了一些研究 那也就是其实你只要懂得运用一个小技巧 你会比别人多成功十倍 那当然你不一定要跟别人比 你可以比自己你可以让自己的效能呢增加十倍 仅仅是运用一个小技巧 那首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过去呢有设定目标却没有达成 那根据我们的研究呢又主要有三个重点 目标设定却没有达成到底是为了什么 第一就是你的目标并不是你的目标 你是跟着别人喊目标 这个目标不是你发自内心想要的 所以那个目标会达成 通常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 那是你真心想要的目标 所以跟着别人喊目标的人呢 你很快会失去动力的 第二你内心想要 但是我们内在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动能 拖延懒惰 这是根据统计呢 是目标没有达成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呢就是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力 这个一下子呢想要太多 所以没有按部就班 或是呢高估了自己 所以当然目标达成 如果有团队可以支持你 是更好的 好现在你清楚了 如果你的目标一定要达成 你先要排除这三个部分 也就是呢 你呢不能跟别人一起喊目标 是你真心想要 第二呢你要勤奋 第三呢按照自己的能力逐步来达成 那在哈佛大学呢 在1979年对他的商学院做了一个研究 就关于目标设定这件事情 有多少人 到底有多少人 对他自己的未来 是会设定明确的目标的 因为明确的目标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一旦有了一个目标 其实就是你内在有一个动能产生 你要先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那你才有可能会达成你的目标 所以呢根据这样子的研究呢 发现竟然有84%的人 是没有为自己设定明确目标的 他是没有明确目标的 所以我想请教你自己 对自己的目前的现况 有没有去设定一些目标呢 所以设定目标其实是成功人 养成的必备的习惯 那他们发现呢 13%的人 他们是有明确目标 但是他没有把它写下来 所以写下你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好 第三种人就是更少的人 只有3%的人 他们有明确目标 并且把它写下来 甚至包含了详细的计划 那根据这样子的统计呢 就是10年后 这些人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那些呢有明确目标的人 他的成功的这个倍数是 没有目标的两倍 所以有目标比没目标还成功两倍 好 那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 那些有把它写下来的人呢 他的目标达成 他的成果是那些没有明确目标人的10倍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技巧 你要在你的生命中创造些什么 你想要在营销的这条道路上 为自己创造出什么样的结果 他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什么 就是要先有目标 然后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当然你放在你的脑袋也可以 但是你发现写下来 竟然是没写下来的5倍 这个有点数学 就是是那些没目标人的10倍 但是呢有的人有目标 但是没有写下来 他还是会有一些效益 但是写下来的呢 整体呢是那些没有目标的10倍 所以呢要写下什么事情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就是你写下你的目标的同时呢 也要写下你会遇到的障碍是什么 还有写下你愿意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所以这样子的技巧可以帮助你 在目标的达成上面会更顺利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要写下目标 那目标要怎么写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